大胆地用喷壶将颜料喷在画纸上 再用画笔细细地加以修拾 衣服色彩缤纷的泼墨山水画 就这样渐渐地完成在眼前 今年已经80岁的胡念祖 早期追随着南宗山水画巨博 黄军碧先生为师 尽得大师的争传 之后在因缘尽会之下与胡星云学画 身间南北两宗所长的胡念祖 虽然有着深厚的国画底子 但是一生追求创新的他 综化风格不拥离于单纯的国画形式 反而与中国画法为基础 西方技法为辅助 只是希望这种中西合并的方法 可以将国画推广到华人世界以外的地方 让西方世界也可以接受 我现在重点是放在中西合并上 他本来是看不懂的 我们的布务都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勾引怎么回事 假如是我们改用了他的技法 他们觉得这个比较熟悉 比较亲切 他就这样子 比较容易接受 曾经在美国住了三十年 深感推展国画的困难 胡念祖在自己的画作当中 强妙地运用西方有画的技巧 和大胆的用色 让国画跳脱了以往的苛久 胡念祖的作画方式十分随性 以随意走 想到什么就画什么 这样的洒脱个性 让他的作品充满了创意 他认为创作是心灵上的反应 想画什么都可以 只要自己喜欢就好 艺术是一种创作 一种心灵的反应 在形式上 表面上看来 它应该是属于一种 室旧艺术 室旧艺术 当然东方的艺术 我们的山水画 也是室旧艺术 西方的油画 也是室旧艺术 室旧艺术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那完全是一个 技法的问题 胡念祖在行辖之余 也教学生做画 他表示作为一个画家 最困难的就是拥有自己的风格 但是在有自己的风格之前 最重要的是 要先向苦工学好 基本的技法 我自己走的也是同一条路 我在我的学画的学生 通通是这样 要从基本的技法开始 基本的技法 你回来以后才能看到创新 身为山水画大师 胡念祖贯彻自己的理念 开创全新的风格 努力将中国山水之美 让全世界都能体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